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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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型运动会的比赛的门票肯定是很热门的 因为我为什么开始就有这个经验 我有这个准备呢 是因为08年的时候我是在北京的 当时北京奥运会我就是 当时北京奥运会的票就是那种 就是你去填报 然后他会去中奖 中签的那种形式 当时我记得真正奥运会开幕的时候 开幕以后比赛开始进行的时候 当时的那个比赛 各种比赛票就非常火爆 所以我有了这次经验以后呢 这次刚好在杭州举行 然后所以我事先我就做了顾客 就说我大概考虑要看哪些比赛 就像足球嘛 因为本身比较喜欢足球 那好比说中国足球 虽然压运的足球也就比较鸡肋 但是好比说半局赛 你看小组赛的确没什么看 都是洛基 但是半局赛还是有看的 进入淘汰赛就好看起来 对吧 所以足球我是会考虑预先去买的 然后第二个就是田径 因为像大家都知道就是百米大战 这个中国有优势 是吧 对 一方面有优势 百米大战也是历来热门的这些项目 所以我最早就是定好了像田径和足球这些项目 然后呢 这是一方面就是做好功课 然后就会时刻关注主委会发的消息 他什么时候针对这些项目去放票 就是提前有预判 后来呢 我也是通过一些信息渠道嘛 当时发现了一个其中的一个小技巧 就是很多人都没有 都不太知道呢 就是他什么小技巧的 就是说 当时好比说他整点 我们打个比方 中部杀林准时放票 那会有一堆人去抢票 你会发现可能就秒无了 但是你不要着急 因为有些票是很贵的 有些票是很贵的 好比说有些票可能是一千块钱或者五百块钱 你要知道有些抢票的是学生 他可能就是抢到的票 但是他会在犹豫 我要不要去花这笔钱去看 他先抢了再说 他不付款 先抢了再说 对 但是系统是有个要求你三十分钟 必须付款 对 必须付款 不付款的话这个票会回到票池 那么我有的票就是通过这种方式 等个三十分钟以后再去抢 就等那些不付款的人把票让出去 对 这个办法非常好 现在还能用吗 现在大家很多人都知道 也能用 可能就是 还有一个消息可能很多人都是不知道的 就是最近他还是有一些余票 然后他们会再提前一天的晚上放出来 但是这种就看手术了 包括刚才说的三十分钟 的那个漏洞 那个规则也是有效的 但是我昨天晚上就试了 但是就是没有成了 小薇 你看的比赛都是这个比较热门的 好像我们的小佐同学看的都是 你看了什么比赛 小佐 我看了一个现代舞相 这比较冷门 对 比较近嘛 然后想感受一下因为有个气氛 然后就买了一张票 就看了一下这个 是一个比较冷门的一个项目 门票也比较便宜 这是什么呢 重大参与 重大参与 你们到现场看那个气氛怎么样 气氛很热烈吗 非常热烈 你看的那场足球比赛是哪一场 我有两场 一场是那个中国队对卡大 第二场就是最著名的中韩大战 中韩大战 就是我们以0比2西败是吧 对 这场比赛你终点讲一下 其实真正来讲 现场氛围最好的应该还是中国队可大 因为那个中国是赢了 中国赢了 一个是进球走 两分钟就进球了 然后其实后面的时间都进入垃圾时间嘛 就是的确双方都没有进球 然后我们现场的观众 当时也差不多将近四万的观众吧 在现场就不断的去玩 造人了 造人了 对对对 大家这个氛围很嗨 因为本身也领先嘛 所以大家都心情比较放松 但是你去打韩国 打韩国的话 你就因为落后了嘛 所以大家也没有 还造人了嘛 不造人了 就一直 一直在加油 对 但是大家都知道大势已去 因为毕竟实力还是 跟别人 跟韩国还有 好像是韩国进了两个球之后就收手了是吧 也差不多 他其实都很轻松的心态了 所以我们现场观众也 我效果就 基本上也是考虑大概八成钟就退场 那场比赛中国踢的野蛮吗 为什么韩国好像有评论说中国踢的比较暴力 没有吧 我觉得还是韩国伴有的态度 那裁判有帮忙吗 也没有 裁判也没帮忙 基本上 反正现场观众还经常需裁判 认为裁判没有给 没给中国的这个 对对对 没加有天力 那按照韩国人办体育赛事的规矩 我们应该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事 复制2002年这个韩人世界杯时候的奇迹 出野了点球 对 那个就是 就后来那个 就是韩国对西班牙那一场 就是他把那个球已经出了底线 然后又 又那个裁判就没给他算 就是没算出现 那个球还进了 进了后来就是做了好多那种梗图 包括把底线画成一个曲线 把那个球正好包括进来 这 那一年韩国是进了四强 然后我们当时就想 如果这个他要打进决赛 我这个电视真的是要砸了 决决以后再不看世界杯了 幸亏这个 有德国主持正义把它干掉了 这个人间还是有希望 有正道 对人间正道把它干掉了 但是这个这个当时也是恨其不争怒其 恨其不幸怒其不争 中国队是最惨的 3 以2比0 0比2 0比3 0比4 输给格斯达利加0比2 然后又输给巴西0比4 又输给土耳其0比3 当然正好巴西和土耳其是第一 第一名和第三名 就是亚军冠军和季军都在一个小组 该找你倒霉 该找倒霉 我不在死亡之主 但是当时格斯达利加人是赢了土耳其的 所以说这个队还是很强的 抽签不力 抽签确实是不利 当年 而且那个时候的巴西正好是罗纳尔多 如日中天 巅峰时期 所以被罗纳尔多进个球也不遗憾 但是最遗憾的就是说中国队一个进球也没用 你哪怕随便进一个球 这以后放世界杯集锦的时候 他就是创造历史 现在你要再看这种世界杯的这种回顾的话 就是往往这些非洲队伍 哪个人进了一个球 像多哥有个球员进了球 他那种庆祝 当时看那个比赛的时候觉得不理解 至于这么高兴 后来一想真的是值得这么高兴 以后谈这个国家的历史就是这个人了 就锁定这个人了 是吧 就比如说是这个 藩之夜要进个球 那就名垂青史啊 真是名垂青史 但是这些不争气的家伙 一个人都没抓住 当时好像中过一个门柱 我记得中过一个门柱 也算平一场都没有 当时定的目标是 赢一场 平一场 进一球 都没有 这个一个球也没进 输的是心服口服 再也别去丢人了 其实中国进这个奥运会 中国曾经进过奥运会 你知道吗 就高峰门带的那一批 对 汉神奥运会 对 其实中国族群 还是有过辉煌的历史 这个我们进过世界 被进过奥运会 对 我们还是来谈亚运会 还是谈亚运会 亚运会肯定让你进门家门口 东道主之力 那我们还是谈亚运会吧 历运会的安检严不严格 基本上 我觉得本身也是 大家对这个规则 就安检的规则 还是有所了解的 一般 很多东西 大家也知道是不会带进去的 好比说杯子 不能带 杯子不能带 然后那个长柄的余扇 就折折一扇可以带 但是长柄余扇不能带 然后三脚架不能带 三脚架不能带 然后专业摄影器材也不能带 无人机可以带吗 那当然不行 别说普通的无人机了 就是完全无人机 单反不让带吗 单反不让带 不让带 只能卡片机 好 这个我也很不理解 对 人家就是为了拍一个 这个进球的长镜头 不让人带 这个太过分了 只能媒体 做这个事情 这就是为了这个安检 为了安全 就是什么也不管了 是吧 就基本上要牺牲你们的 这个看球的舒适度 对对 你带了望远镜吗 望远镜带了 望远镜允许带 对对 就是 当时你的门票是多少钱 足球票 足球票是大概100吧 100块钱 田径的话大概是200吧 田径贵一些是吧 田径那么短10秒钟 就要花200块钱 没有它是好几场比赛 预赛也多块钱 半球赛 它是有练球 练球值得聊一聊 练球据说 在亚运会中出了一个事故 一个卡塔尔运动员 内国的 科威特运动员 在因为这个球不太熟嘛 就在挥动练球的过程中 这个练球飞了出去 砸伤一个裁判 这个 这种事好像比较少见 是吧 比较少见 我记得我们上大学的时候 体育课扔标枪 老师千地宁万嘱咐说 你们这个扔标枪啊 一定要小心 看看前面有没有同学 有同学的时候不要扔 说我们曾经有一年开校运会啊 这个扔一个标枪 一号扎到一个小同学的背上 扎到背上要送这个人去医院 要三个人送 你们知道为什么三个人送吗 因为还有一个人要扶着标枪啊 如果你不扶着那个标枪拔下来 就血流如注 这个人就挂了 所以这个练球这个砸上一下更狠 当时是砸到那个 好像砸到裁判的腿了 也不知道他是不是会 明年在残疾人奥运会上 就可以看到裁判的身影 身残之不残 为什么砸到裁判人的腿呢 他好像是那个网子 通过网子砸出去的 那网子不是防护的吗 对 这个我们又来一个嘉宾啊 我们的密码同学看过现场 他是怎么砸的 视频公主出现了这个 就是感觉是通过那个网穿出去了 然后砸到了 砸到腿上 等于网给卸了一下力是吧 还是卸了一下力 感觉没有用吧 太近了 太近了是吧 那以后真的不能派这种二五眼来参加比赛 这个我就想起了汉城奥运会 汉城奥运会的时候 当时我们的大学军训 当时有一场比赛是女排 中国女排对俄罗斯 是0比3输的 其中有一场是0比15 当时是15个球 0比15 然后我们那个班长就气得在那直跺脚 他说早知道这样派我们上啊 不就是0吗 是吧 我们也能打个0啊 就是说这个运动水平还是不一样 那你觉得这次亚运会给杭州带来了什么样的机会呢 作为一个杭州人 我觉得可能最大的感触就是的确交通 地铁交通 我记得我是10年前来杭州的 当时只有一个一号线 当时真的当时去很多地方 大家都知道杭州是个旅游城市 打车也不好打 打车很不好打 定なんだ 嗯 然后经常是 你去一些比较偏的旅游景点 去打车可以去 但是回来的时候喽可能就没车 嗯 然后dle road 现在的确四通八达 地铁多了很多是吧 19号线都有了 对 再就是 澳提 以澳提为中心吧 就是千江两岸 警治非常漂亮 澳提在哪个位置 在萧山吗 萧山 靠近肖山机场 肖山又赚了 因为肖山它是这样 肖山以前是一个市 它是独立的市 而且肖山和杭州 它是不搭尬的 经常会双汉互相瞧不起 肖山的GDP高 但是杭州觉得我们是杭州人 你们是肖山人 后来就硬给合在一起了 现在是区了 对 最早是先把 冰江以前就是肖山的 对 先把冰江搁过来 搁给杭州 对 搁地赔款 就差赔款了 那杭州的市民的面貌 你觉得有什么变化吗 是不是比以前更文明一些 或者是精神面貌 你觉得因为亚运会有哪些变化吗 这个没有 肯定 我觉得简单来讲 可能没有那么明显 但是 从做 大家去看看比赛 包括在地铁上看到这种 人山人海的也好 大家对这个 我觉得整个僵热 包括杉军角 人民对运动会的热情是非常高的 基本上 很多比赛都是做无叙席 大家还经常在网上吵 因为明明有一些 好比说万一有一些空出来的 座位 然后大家还质疑 为什么这些座位不卖 他为什么不卖 他有些是预留票 好比说战略商的 有些是好比说运动员 他的会给运动员留一些这种票 包括还有国外的 那这次的票都是实名制是吧 实名制 就买的时候实名制 那入场要检查身份证吗 入场据说只有电竞 电竞是最 电竞可能包括开闭幕式吧 这种最严格 其他的也还好 因为毕竟人多嘛 他也不可能去一一去校对 因为杭州本来也在很多方面 在文明方面在全国领先的 比如这个半马线让人 是吧 这个好多人到了外地就不适应啊 因为在哪怕在上海 他半马线也不会让你的 车就呜呜的开过去了 所以杭州人在外地的存活率很低 往往会被撞死 在这已经养尊处优惯了 那杭州其实通过这次呢 也在国际上宣传了自己的形象 尤其是两种文化呀 包括这个很多本土文化 还有这个 咬着筷子训练出来的微笑 志愿者 都是可以说让杭州一下 至少在亚洲吧 一下变得很出名 那对 那你们觉得还有哪些地方 是杭州需要提升的呢 比如说外语方面 是不是每个杭州市民 都会说两句英语 因为杭州对于志愿者 是特别 杭州对于老外是非常 非常热情的是吧 就是那个一个老外 不是手机掉了 一个香港运动员 不是老外 是自己的同胞 那也是自己国家 那这是应该的 这个事情你听说过吗 那个就是一个志愿者 一个香港运动员 把手机掉了 小运动员 可能手机对他来说 非常重要吧 于是杭州就组织了 很多志愿者 连夜翻垃圾箱 帮他去找 最后终于找到了这个手机 这个事儿也是在网上吵得沸沸扬扬扬 我们从这个正面来讲 这说明杭州的热情和好客 哪怕你送他一个新的 华为Mate60 他还不是他以前的手机 手机里可能存着他 好多重要的资料 对这个是无法替代的 所以才帮他找 但这算不算同样媚外呢 也不是他也不是外国人 香港人 对 这样是日本人的还帮他找吗 对 不能找吧 这次就是说对日本运动员 有很多虚声或者是尴尬的沉默 有这种现象 你们听说过吗 听说有 但是好比说中韩大战的时候 足球中韩大战 那观众肯定都是虚寒乖 这不用想了 对 但是理论上讲 还是没有说那种 不太友善的行为 好像是没有的 比较不友善的 好像是朝鲜足球队 踢的比较暴力 踢日本那场 踢日本踢的比较暴力 而中国队都是站在朝鲜 中国的拉拉队 一般都是为朝鲜加油的 这样的话就是朝鲜以为 误以为是自己的主场 做出了一些非常激进的行为 结果拼的比中国队还猛 拼的比中国还猛 但是总之来说 还是一切都在正常体育比赛的范围之内 因为这个裁判他会掌握尺度 如果是该给红盘的话 应该就会给红盘了 那接下来亚运会的赛程已经过半了 你们接下来你觉得 你最想看的比赛 或者你推荐大家要看的 关注的比赛有哪些呢 我觉得最关注的一个比赛 应该是 中国队不是足球说要号称 要目标是进决赛吗 你看国足挂了呀 但是有小号呀 中国香港呀 中国香港进了四强是吧 对进了四强 那他下一个对手 对日本 下一个对手是对日本 对 哇这场比赛肯定票价非常高了 对 火星装比赛 万一又出现一匹黑马呢 对呀 这是因为足球是圆的嘛 它的随机性非常强 对 因为足球它不像篮球 可以压到优势 把对方给压到 你只要守住球门 也许就蒙进一个 或者憋到点球大战 也可能利用对方的失误 这个就进了决赛 这种例子是非常多的 是的 那中国女足呢 你们觉得有戏吗 女 女足好像今天 女足还挺强的嘛 对 女足在亚洲 我们还是不怕的 对 女足还行 那你们预测这次的 金牌说 这个大家并不是特别关心 有的 他说会不会超过200 据说这次那个跳水比赛特别火 对 跳水 对 跳水的好像门票在朋友圈转让的时候 已经很贵了 对 是全空缠那一场嘛 对 据说已经达到5000块钱一张 据说吧 据说 但原价是多少 原价可能就三五百吧 三五百的 对 这个因为大家都喜欢看跳水嘛 跳水的观赏性确实 确实非常强 就是如果一届大型的综合运动会 能留下什么印象的话 跳水肯定是之一 现在你让我回想这个巴塞罗纳奥运会 我想到的就是 就是当时福明侠的那个跳水 因为当年那个巴塞罗纳奥运会 它是在室外举行的 这点很奇怪 就是它没有室内游泳馆 它是室外游泳馆 所以你看到后面都是高楼大厦 就是当时那个 你就会觉得 那感觉应该蛮好的 那个感觉非常好 就是这个 那个好像杭州 这个因为亚运会 也给大家生活造成一些不便 现在是单双号线型 对单双号线型 然后是外地的话 是完全 完全线型 完全线型 进不了绕城以内 但是好像有一个 人次的政策 就是可以申请集市通 是吧 对 那这样的话 这个管制测试持续到什么时候 8号还是28号 11号吧 10月11号是吧 10月11号 那时候亚运会已经结束了 对吧 8号结束 那就杭州人民 宁可忍受一点点 不方便 但是给这个城市的提升 给这个基础建设带来的变化 这是长远的 是吧 这是多少年都难遇的一个良机 那杭州是不是会不会因为 艳运会而成为真正的一线城市 现在我们提起来都是北上广深 杭好像排在深圳后边 那以后会不会超越深圳 成为北上广杭 深圳超越不了 深圳有华强北 深圳超越不了 广州可能还那个年 深圳超越不了 对 这个但是杭州在长三角地区 已经是越来越 越来越这个 越来越中央了 对 它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金正还是蛮近的 你看还有南京苏州 对 还有 它自己浙江本 还有苏州 还有宁波温州 然后不像 你像成都 成都还是有优势 成都它可以红西周边的城市 因为杭州这个城市 它一直有个问题 就是它比较小家子气 它一直把自己当成一个 就是后花园 这样去对待 所以它的 你看以前 在没有支付宝 这个刷交通卡之前 杭州的交通卡 是不对外地人开放的 就包括公共自行车 你只对市民开放 也就是说 好多人来了杭州 就因为买一张票 或者打不到车 就非常的纠结 我认识一个小朋友 他是十多年以前的时候 他就跟他妈来杭州 就因为下了火车之后 打不着车 一怒之下 又坐车回了上海 就是它会非常非常的纠结 而且以前杭州的这种交通卡 外地人是买不了的 所以给他们的印象 就是杭州是一个很 以方便自己市民为己任的 这么一个城市 没有做到国际化大都市的那种胸怀 或者也没有那样的管理经验 但是现在看上去会好很多了吧 其实还改善了 都已经有宴会了 有宴会 对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提升机会 但是 今年杭州的游客多吗 今年国庆节 什么时候不多 估计断桥这些地方 你们也没敢去 是吧 应该是人满为患 就几家日都是让给外地 外地游客 外地游客 然后杭州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以前还是有一些宰客的现象 包括这个 就有几种东西 你千万不要买 茶叶和丝绸 如果别人要拉你去的话 千万不要去 免费的茶叶千万不要喝 否则的话就会上当 在offen offen也不能买 对对对 我们的小朋友说还有offen 也不要买 杭州的理发店不能请你进 杭州的理发店也不能请你进 黑酒吧就更不能进了 就是我在杭州曾经解救过好几 好几个朋友 就是那是几年以前 这个但现在应该也没有完全的改善 因为只要有这种场所在 就有这些人在 以前杭州有一个就卖丝绸的地方 然后他们就是跟这个大巴司机 这个勾结好 一车一车的往这拉 拉一个给这个大巴这个几百块钱 然后这人就关在里面 然后必须买丝绸 就这种这种事也发生在杭州 但因为杭州他的经营思路呢 其实是跟前任市委书记王国平先生有关 因为他的这个开放精致大气的这种态度 是杭州就率先取消了西湖的门票 你看当这个扬州的寿西湖 什么南京的宣武湖 还在吭哧吭哧卖那个几块钱的门票的时候 杭州早就放开了 我不挣这种小钱 我要的就是全国各地的这个游客来 只要你来了 你肯定产生旅游收入 这个带动效应是比你挣这点门票钱 满足部门利益 要更强的多 而且杭州他现在有一些 很好的表演项目 也是可以使这个旅游可以持续性的发展 像宋城千古琴啊 印象西湖 印象西湖还出了个G20版 对 就G20留下的那一套表演还继续存在 不知道这次亚运会会不会再留下一个新的表演 灯光秀 对 这次亚运会好像没有真的焰火是吧 没有焰火 是电子焰火 对电子焰火 也是备受好评啊 火灭灯也是电子 我就是不喜欢这种可以一直存在的东西 我是比较喜欢焰火这种 一下放了一下就没了 这次为什么不放呢 绿色亚运呢 为了是绿色亚运 等于说其实现场你只能看大屏幕 对 这个跟大脚印又不一样 就是08年奥运会时的大脚印是真的在天空中出现了 但是那个大脚印做失败了 所以我们看到的也是一个CG生成的大脚印 这样子啊 对 那个是彩排的时候成功了 就是蔡国强做的那个焰火 但是在真正直播的时候 他是就上的就是直接是放的一个电子 电子版的电子生成的一个CG动画 因为那个那个时机很难掌握 他要从城南一步一步踏过来嘛 对对对 但是无论如何2008年奥运会是中国国运的高峰 运动会的高峰也是所有大型赛事的这个无人能够无人能及的这么一个标杆啊 以后也不可能再有 因为当时的那个包括张艺谋导演啊 这个完全不一样 现在这个现在导演是我朋友 我也不好说他不好啊 这个有自己的特色 有自己的特色 毕竟是个亚语户嘛 你也不能太铺帐 这个可以 而且而且我感觉他是为了强调就是数字 杭州的数字 对对强调杭州强调数字强调这个地方的特色 人文历史 人文历史 因为其实如果你出国外的话很少有人知道杭州 你必须说a city near Shanghai 对你得告诉上海所有的是个人类就知道 但是杭州其实没有多少人知道 你还说West Lake 什么玩意儿 是吧 人家不知道 没听说过西湖 是吧 你说长江黄河 我知道 你这个杨子江 我知道 你说西湖真的是没人知道 国际 国际影响没那么大 对对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对杭州的宣传可以说是 真的是又带动了一步 使杭州变成了一个更为宜居的城市 对这也是杭州的骄傲 而且你看现在举行大型运动会的 就是北京 广州 广州 上海都不举行 对 现在有些有些坏人一直想怂恿上海申请奥运会 这个对上海人民来说是一个都不希望举行 这个至少我们不希望举行 然后这个杭州还有一点呢 就是杭州的民生问题解决得非常好 或者说上海的杭州的这个官吏啊 就是治理它是比较清明的相对比较清明 就是如果是成德那个程序员在杭州工作的话 相信他应该是能受到公正的对待 能受到这个另外的对待 因为杭州的这个各个部门 包括执法部门都是要有法可疑的 并且关键时候他会优先考虑你的营商环境 在可罚可不罚的情况下 他会选择一种更柔和的处理方式 对吧 这个小微作为一个这个行业人员 应该对此有所感受吧 对 那最后我们在这个结束的时候 每个人给这个我们的听众留一句话吧 就是关于杭州 关于亚运会 关于这个运动什么都写 那我先说 就是杭州亚运会 这个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 让全世界看到了杭州的这个风采 其实杭州还有一些更加美丽的风景 需要你自己亲自来看 比如说我们现在此刻所在的西西湿地 我们正在这排一出戏 叫我们的AI诚信之约 我们将在10月28号上演 欢迎大家到时候来杭州 亲临现场 看我们这出戏 小微 我的感想也跟你差不多 就是杭州愿意会 这是带着就是一个全新的杭州 就是你会发现 除了以前的西湖 包括刚才提的西西以外 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新的景点 好比说前江星城 包括奥体 就是而且大家晚上去看灯光秀 包括去前塘江去坐船 去看夜景都是非常好的感受 欢迎大家来杭州 好 杭州哪哪都好 杭州欢迎你 好 这个最后用密码来总结 我是作为一个新杭州人 我是觉得这是一个宜居城市 我愿意选择杭州来定居 好 那个非常感谢大家 参加我们的 收听我们的两句伴播客 我们的两句伴是两句伴.com 欢迎大家访问我们的网站 因为这几天刘淼老师在度假 所以我们会邀请一些嘉宾 来陆续参加我们的节目 我们会有些神秘的嘉宾 讲述他们自己独特的故事 非常感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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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